來 貝爾老師馬上來幫我們進行一個塔羅的測驗 我們來測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幸福滿滿嗎 老師 我們來做一個塔羅牌測驗 那請大家仔細看 我們今天有五張塔羅牌 請觀眾朋友跟我們的來賓 憑你的第一直覺做選擇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張牌是什麼牌 第一張牌是一個穿著黑服的女生 後面拿了一個雨傘 這是第一張牌 第二張牌是一個女生坐在花園裡面 前面看了一朵白花 第三張牌是一個稻草人坐在草原當中 後面還有一隻小烏鴉 那麼四號牌是幾個小娃娃 手上拿了不同顏色的氣球 它的造型是太陽 月亮 星星 還有雲朵 那麼五號牌是一個女生坐在花園當中 旁邊有很多的風車 請大家憑第一直覺做選擇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的幸福指數有多高 這只能直覺了 要來為大家公布答案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一號牌是沒有人選的 可能是觀眾朋友選的 如果觀眾朋友選到這個 這個黑色衣服的女生 未來一個月的幸福指數有多高 你選到的是一個雲傘 所以代表說未來一個月的健康指數 好運指數是70分 但是是健康元氣 心情愉快 整體來講還不錯 所以未來一個月心情 健康 各種能量都還不錯 再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你選到的是這個四號牌 我們篤齡哥選的 就是說很多的氣球跟觀眾朋友 未來一個月的幸福指數有多高呢 你選到的氣球 是貴人最多 而且才最高 好運指數有80分 因為正正不同顏色的造型的氣球 就是能量 也代表好的貴人 好的機會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選到的是五號牌 五號牌是我們兩位老師 跟觀眾朋友選的 我們看一下五號牌 這個風車 未來一個月的好運指數有多高 風車是才華洋溢 而且升官最快 好運指數有90分 對 觀眾朋友 如果你也選到這一張牌的話 代表說未來一個月搞不好 就有升官的跡象 如果說你要進修 你要去學習的話 各種能量都非常好 會有很多的機會 再來我們看一下 二號牌跟三號牌 要來對決了 二號牌是我們的靜純姐 三號牌是我們的 兩位來賓 兩位來賓跟觀眾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誰的分數 更高一點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兩位來賓跟觀眾朋友 如果選到稻草人的話 未來一個月的幸福指數有多高 是工作比較忙碌 是的 有一點負擔 好運指數 60分 其實因為我們兩位來賓 都是在娛樂圈裡面 確實工作比較忙碌 可能這張牌也提醒你 就未來一個月要多一點時間 來陪伴你的家人 那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這張牌 代表是說未來一個月 要把你的工作的時間 做一個適度的安排 可能家庭也是比較重要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 選到二號牌 靜純姐跟觀眾朋友 選到這個 到底好運指數有多高呢 選到花朵 家庭幸福 讓人羨慕好運指數 謝謝大家 這樣應該換手機有機會 哈哈哈哈